日本杰尼斯事务所爆發 《牆尼喜多川》心情暗後 身為公司台駐的牧村拓哉 也因為受到牽連而影響到演藝事業 甚至還丟掉了代言工作 不過他從未正面表態 甚至還一次發文立廷喜多川 遭到不少網友謾罵 日前牧村拓哉登上了 名時嘉求道語的節目 罕見塗漏了關於爭議的感受 他勇敢而發地表示 自己沒有可以表達想法的地方 所以很感謝節目組的邀請 提及杰尼斯性侵案 他謹慎地表示 事件當中有被害者 很抱歉造成工作人員粉絲的擔心 他還透露在疫情期間 自己鼓勵粉絲不論多痛苦 都不要陷入低潮 沒想到如今被粉絲用這句話來鼓勵他 讓牧村拓哉不禁感嘆 說這句話的人反消沉了 實在是太危險了 名時嘉秋刀魚則坦言 事發後曾傳訊息給牧村拓哉 並強調就算情況變得很糟糕 至少還有家人和他會站在牧村拓哉那一邊 要達了支持的態度